第九 圣经有提到攻克己神教神福我 警戒肉体的私欲 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等 操练境前与克制肉体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我想再次重复提到 就是这三解经文出于不同段落 所以解经的原理一定要在文脉当中理解 那时间的缘故我就不一一的去解释了 攻克己神教神福我 这是保罗在谈到顺从圣灵 致死肉体救人的情欲成圣的过程 恐怕传福音给别人我就被被弃绝了 我是攻克己神教神福我 不断地对付自己的救人私欲情欲 然后让自己真的顺从圣灵的引导 所以这里面强调保罗在成圣过程当中 自己内在的挣扎和败坏 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一种姿态顺服 警戒肉体的私欲 这是提到我们要留意警戒肉体的私欲 不要放纵私欲 要警醒 要慎重地去看待你们肉体的私欲 强调了这种肉体私欲的危险性 然后第三段经文 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是积极的 不是因为犯罪受苦 而是为做基督徒 为福音的缘故 为基督的缘故受苦 这是众先知所经历的 主所经历的 并且教导的 使徒们所见证的 就如羊进入狼群 你们不属世界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正因为你们不属世界 所以世界必恨你们 如果他们认识神 神他们就必爱你们 正因为他们先恨了我 所以他们在恨你们 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 就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我们要做好受苦的心智 为神的国 神的义 为福音的缘故 为顺从神的旨意 要做好那些 无缘无故 毁谤 抵挡我们的人 属血气逼迫属灵的 所以这是受苦的心智 这是正面的 前两个都是要警戒提防 那个不要顺从 自己肉体的私欲和救人的问题 那操练敬钱与克制肉体 是不可分割的 你这个人操练敬钱 你怎么能够不去 留意克制自己肉体呢 对不对 因为操练敬钱包含了舍己 自我否认 节制 克制肉体的私欲 如果说 这是消极的方面 就如同割草 要除去我们心里面 生命当中经济杂草 那么还操练敬钱 还有积极的层面 比如说墨乡永生 追求圣洁的生活 实践爱的行为等等 这就如施肥 撒肿 浇水 所以操练敬钱是对我们基督徒整体生活的表述 里面包含着积极的正面的一方面 消极的一方面 积极的就是追求 饥渴木逸 消极的是要攻克其身 然后消极的就是对付那些肉体的私欲 远离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所以操练敬钱和克制肉体 如果按范围来说 操练敬钱包含着克制肉体 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感谢观看